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這位鎮台官叫張公謹 是北平王府的投名棋牌官 與王君可亦有交情 他收到王君可的信 說秦勤衝軍北平 就托他講人情 免打秦勤一百殺威棒 剛好今日相遇 史大內非常佩服秦勤的武藝 大家談起來也非常合理 秦勤介紹金甲銅還給國人相識 張公謹也將鎮台官介紹給秦勤他們三個人 七位鎮台官 白顯道、上時山、下石山、屈池南、屈池北、 毛公水和李公彈 這七個都是王府裡的棋牌官 每次見過禮 互相客氣一番 無非都是九陽大明今天得見三生有幸之旅的說話 聊了幾句 話題一下就轉回秦勤這件官司上 張公說得實在為難 他說 我們王爺是向來不講人情的 尤其是對於屬下 管束得很嚴 我們實在沒有法治 找王爺講情的 因為我們跟秦二哥 既然做了朋友 你一定要跟他切法面 這餐薩威棒 有什麼法治好想呢? 哎呀真難了難了 隨便我們就說 好像秦二哥這樣的好人 無論如何都要跟他想法治才行 大家正在圍欄的時候 聽見廟門外面有馬蹄停著的聲音 接著聽見廟門的門外拍到啪啪聲的響 有人大聲喊說 開門呀 張公在聽就馬上對秦勤他們三個說 秦二哥 你們三位暫時進去大殿裡躲起來一會兒 來的是府裡的中軍官 你們三位在樹上讓他見到 有些不方便 秦勤他們三個人聽就連忙起來 拿起包袱就走進去大殿裡躲避 這個時候有人出去開門 這個中軍官跟著走進來 張公在他們都站起來說 道老爺來了請坐請坐 有什麼事? 這個中軍官就說 好大家請坐 今天我是放了王爺的命令來看一下 屎爺你擺這個擂台 今天是足足一百天了 怎麼樣? 有沒有人把你打下台? 屎爺內就說 沒有 在這百天之內 被我打下擂台的人就多了 只沒有一個把我打下來的 中軍官說 那就恭喜你了 哈哈哈哈 對了 功謙兄 我天還這麼早 擂台都還未散 但又是最後一天 你們不在擂台上看著 怎麼走到這裡 誰呀? 張公緊就說 最近這陣子都沒有人來打擂台 就這樣空擺在這裡 今天又是最後一天 從開台起就像往日一樣 一個打擂台的人都沒有 天又這麼熱 我們說 不如休息一下吧 功謙兄 不就是你們幾位在這裡喝茶嗎? 張公緊說 是啊 就是我們在座那麼多個 沒有外人了 不是吧? 你們有什麼事不要瞞著我 沒什麼事要瞞著盜老爺你 什麼? 從說沒有瞞著我? 你們九個人在那裡喝茶 為什麼要用十二個茶碗? 還有三個人呢? 那三個人是誰呀? 大家聽 是論不盡了 張公緊就說 我們瞞著你幹什麼 對嗎? 我們招待過三個朋友而已 什麼? 朋友? 你們都懂得交朋友嗎? 不要在這裡失禮我吧 照這樣說盜老爺 你很懂得交朋友的 我呀? 我哪個懂得交朋友呀? 我不夠資格呀 那哪個懂得交朋友呢? 照我看呀 普天之下 只有一個人是懂得交朋友 他本人是認真交朋友的 是誰呀? 告訴我們聽一下吧 你們要聽嗎? 行呀 我告訴你們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一條搶盜盜盜 有什麼就說什麼 道老爺你為人爽直 誰不知道呀? 我道差是本地人 九歲的時候 老爸老媽都死了 從此之後 我就留下他鄉到處為家 在外面我就靠賣氣力吃飯 一來二去 我就留下到山東濟南虎了 下腳呢 就五六年了 就幫人家抬抬抬抬 做姑娘 有一次呢 就有間瓷器店 叫我搬了一個大魚缸 我一看 這個魚缸是江西瓷器 百地五彩的 有四尺多高 就很值錢的 那我想穩陣呢 怎麼都要兩個人抬抬 只要我一個人就扎起他 我試一試 這個缸呢 就不是很重的 不過百多斤左右 我也沒有用繩扎好他 就這樣一勢力 我單手就扎起他了 瓷器店那個舌頭就說了 喂喂喂 杜仔啊 你陷著來啊 這個缸很值錢啊 你不要撞板啊 我就說了 舌頭你給我定啊 沒事的 我看這個缸的樣子呢 就簡直好像玩雜技頂缸的缸 比較起來 不過就大一點的 這幾年呢 我時時和那些玩雜技走江湖的人來往的 什麼用額頭頂啊 手肘頂啊 我都玩得很熟手的了 我看見這個缸呢 就想起我學那些雜技了 我那天的心很高興的 我打算演一下東西 給這兩道散手的人看著才行 那我把那個缸向上一拋 就來個手肘頂 旁邊那些人是大色的 那些好東西呢 就把我藤藤花圍著說 喂杜仔啊杜仔 再來個看看啦 再來個看看啦 瓷器店的士手就說了 喂杜仔啊你想怎樣啊 你想死啊 如果打爛了這個缸呢 就要我命的啦 剛才有人買了 店舖就剩下這個而已 我說不要緊的 士頭 我用額頭頂給你看看啦 我又把我的缸向上一拋 就用額頭頂著 這個時候 圍著四周圍看熱鬧的人 就越來越多了 他們差不多都認識我的 那踩得更緊要了 慢慢地說 再來一個啊 再來一個啊 那我一看 嘻嘻 出了風頭的那些湯 那心就好 我就說 各位看著來 不要眨眼 我用牙頂給你們看一下 我一伸手把光拋上來 用牙一摺 誰知道我緊張過頭 一下就沒有摺著 乒乓啊聲 那個光就跌在地上碎了 那道差說到這裏呢 大家不約而同都呆 那聲 張公緊就問了 那麼 那我屎頭肯過你的了 道差說 嘿嘿 你說他會不會肯過我啊 那個屎頭 怒到 面紅面露 當時我就整個傻了 看熱鬧那些傻 那些傻 都跑了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人走進來了 他說 屎頭 如果你真是打傷了他 那就是要打官司的 屎頭就說了 這個臭小子害死我 不打他差不來 那個人就說了 不要打他 他也是個壽婦人 你這個光多少錢 我就跟他賠給你 說完 真的給了錢 這個人又過來跟我說了 年輕人 沒事了 你還不起來嗎 我說 誰叫我 可能玩雜技 難怪你要打我 我那時候 一定被屎頭炒魷魚的了 那個人就說 不要緊 你不用急 你跟我來 就帶了我去一間飯店 問我的身世 我說了 那些話給他聽 那個人 就請我吃飯 還給我錢買衣賞 張公謹就說了 認真救朋友 道差說 你以為這樣嗎 還沒有 你聽著來 到第二天 他來到店舖找我 就給了二十兩銀給我 叫我回家 我說這樣才回來北平 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 各位 你們聽聽 我這位恩人 才算是懂得交朋友 你們是鬧事學人 說交朋友 交朋友 你們怎麼跟別人比 蚊比和牛比 張公謹就說了 你這位朋友貴姓 說給我們聽聽 道差說 行了 我說他的名字出來 要恭恭敬敬地說 才行 我要站起來說才行 你們一個一個都要站起來聽我說 大家也站起來聽 大家也站起來 立正 道差也站起來 恭恭敬敬地說 我這個朋友 他家住山東濟南苦力成縣 太平街專注行 姓秦秦明晴智叔寶 愛好蔡鑽珠 此猛想 神拳太保 雙簡大將 真是簡打山東六虎 馬達黃河兩岸 無人不知 山東的好漢秦依爺 秦勤他們三個人在大殿裡頭 聽到這個中軍官的說話 秦勤想 什麼當初淡淡穩食的那個道仔 竟然在這裡做了王府的中軍官 不過秦勤他想也想不起這個人的樣子 金甲童環一聽 細細聲說 二哥 你是這個中軍官的恩人 我們裝一下他 三個人都在窗子上挖個洞子 裝外面 秦勤一看 原來是他 從前跌破魚缸的時候 變了很多了 你看 又高大又肥 滿面油光閃閃 又黑又亮 整個不同了 現在說回張公斤他們一聽就說 原來秦二爺是你的恩人 你呀 杜差說 是定了 張公斤就說 杜老爺 你想不想他 我怎麼會不想他 我恨不得 立刻和王爺告個假 專程去一趟山東探秦二哥 和秦勤太太扣個頭 這就在王爺面前告不到假 我等你見一見他好不好 什麼話 於是張公斤笑著大殿裡說 哈哈 二哥 你出來吧 我們這位杜爺在盼望著你 杜差一看 只見大殿裡走出三個人來 頭一個就是秦勤 秦勤滿面春風 杜差言帝 一向好 我們很多年沒見面 杜差一看是秦勤 走前幾步 拉著秦勤雙手說 啊 我的二 二哥的歌字還沒喊出來 他就放聲大哭了 他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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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們現在是在夢中相見 哈哈哈哈 秦勤說 哎呀 放天白日 怎麼會是做夢呢 真的呀 啊 二哥 二哥 你從哪裡來啊 啊 張爺啊 二哥是什麼時候到的 怎麼會來到這裡 又認識你們的 啊 啊 那秦勤呢 這頓殺威棒 我 我 我也不做人了 他們就在關帝廟這裡住了兩天 將打擂台的事 就倒閉了首尾 大家一齊來到北平 秦勤他們三個人 暫時住在一間客棧樹 張公錦就說 二哥 你們住在這裡先 我們回去皇府交代了公事之後 再來探你 到時我們再想辦法了 不用急的 那麼他們回到皇府 見了北平王 道差交代了公事 張公錦也將這個百日擂台的情形 長長細細地說了一次 說在這百日之中 並沒有人贏過史大內 北平王聽到非常歡喜 就叫史大內上來 當堂點派他為正式的先鋒官 那這幾個人拜祭了皇爺出來 立刻去客棧找秦勤 史大內就說了 二哥 皇爺現在派我做了正式的先鋒官 你們都是二哥你承傳我的 多謝二哥 秦勤說 什麼說話呢 什麼說話呢 恭喜賢帝高星 張公錦就說了 道老爺 師爺的事就定局了 高星了 那二哥的事又怎樣 道差說你別急著 要慢慢想法子 二哥初次來到北平 我們陪下二哥到處逛看一看 好了 大家陪秦勤的國書遊覽 不知不覺就過了半個多月 那天張公錦就問道差說 道老爺 想到辦法了嗎 道差說 你們再陪二哥玩幾天 我還沒想到辦法 秦勤就說了 道賢帝 想不到法子就算了 我這數字真的耽誤了不少時候了 金甲同盟兩個兄弟也要回去消差了 不如我們去皇府投遞公民吧 道差說 不行 二哥你再等下 讓我再想法子 張公錦就說 一尾叫二哥要等都不是路 要等到什麼時候 啊 我想到辦法了 道爺 你不是和殿下很好的嗎 是啊 我和殿下是很好的 那你去找殿下 托殿下和皇爺講情 他們是親父子就好說說話了嘛 是啊 好 我立刻去找殿下 你們在這兒等我一下 講完 就離開客棧 入皇府找到殿下羅成 羅成說 道差 你找我呀 有什麼事呀 有事了 不僅僅有事 總之求殿下你幫我手 什麼事你儘管說吧 我一定幫你的 說起來一匹報那麼長 我從頭告訴你 於是道差就把自己當年在山東歷城 打爛了個魚缸 就被秦勤救回事說起 又把秦勤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次 求羅成幫他在皇爺面前講情 臉打秦勤的一百殺威棒 羅成說 你真是沒有來搭殺 我爹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對於沖昏黎這處的犯人 是無情講的嘛 是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所以我這樣才為難托殿下你幫幫忙 我們又不能開口 殿下你和皇爺是兩父子 還可以說話嘛 麻煩你了 嘩 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爹的脾氣嗎 越是親的人就管得越嚴 你叫我在爹面前跟人託人情 那就是叫我不要這條命仔 要去你自己去了 我也是不敢去的嘛 殿下無論如何求你想想法子 我實在是沒有法子了 你這樣才是為難我 道差就見到羅成這樣的神氣 確實是沒什麼辦法 這樣就說了 殿下 你真是沒有法子呀 唉 我又有這麼多辦法 能夠跟爹說 我為什麼不幫你救個朋友呢 嗯 是 是的 那算了殿下 麻煩你了 那羅成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那兩個就分手了 道差刺別了羅成 馬上回到客棧 當時大家正在那裡喝酒 那見到道差進來都說 道老爺怎麼樣呀 行了 拿一碗來 我先喝一口酒 張公仔回錯意她說 看 還說我這條命仔可以 一找電一下這件事就搞定了 糟糕了 史帝內就說了 今天要喝下二哥了 那張爺 我們猜拳幾拳了 張公仔說 來了 發財呀 開曬他三 點四 紅呀七 嘲嘲 七 嘲嘲 喝喝 大家高興熱鬧 吵圈巴斃 秦敬說了 各位 大家不要吵 你看道差的刑底 什麼事啊 大家看道差 知道他一聲不出 一邊喝酒一邊嘀嘀嘀嘀嘀流眼淚 大家就說了 你道爺 秦二哥不是已經變了薩威棒了嗎 大家都這麼高興你哭什麼呀 道差就說了 你有你們高興呀 我淒涼呀 你為什麼淒涼呢 我越想越淒涼 越想越毅廢 說說一下 他吐吐傷哭起來 大家就說了 道爺呀 你不要哭字 有什麼事你說出來 大家給你開解一下 什麼事啊 秦二哥這次沒命了 就把先頭和羅成殿下說的事 說回給大家聽 大家聽了 疾了 哎呀 糟了 我還在高興 秦敬說 道賢帝 你不必為這件事著急 和我搞定就最好了 現在不行了 那也沒有法子 各位已經為我盡力了 我很感激 史大奈說 我有個最乾脆的辦法 大家就說 快點說快點說 有什麼辦法這麼乾脆 史大奈說 那 秦二哥你乾脆回去山東 我們不跟你報上去 反正王爺也不知道你來了 是不是 你說這樣好不好 秦敬說 那怎麼辦 金甲和兩位兄弟回去 公司又怎麼交代 李公彈說 行 我想到了 我們王爺的規矩 不是有三種人不打嗎 同環就問 李爺 哪三種人不打的 李公彈說 年老的不打 未成年的配軍不打 還有就是 途中得病的配軍不打 先不先 就回去盧城營養病 等到病好之後再來補營 我看二哥的臉色 你看 本來是黃琴琴的 再用黃脂水洗一臉 就更加黃了 到時候我們用床板抬二哥上公堂 就說二哥在途中得病 那就一定不用打字了 頂得一陣得一陣 以後怎樣 以後再來慢慢上法子了 你說這樣好不好 張公錦說 是呀 行 大家聽都說 對了 就這樣做吧 秦敬說 不行的不行的 千萬不要這樣搞 大家說 為什麼呢 一來叫我炸病 我是炸不齊的 二來 萬一被北平王看穿了 不但我是罪上加罪 就是各位賢帝 也是犯了欺騙王爺之罪 這樣做不行的 隨便來就說了 二哥 叫你走你又不走 怕金甲同環兩位回去不能消差 叫你炸病 你又不肯 又怕王爺看穿了 又怕連累我們 那怎麼做才行呢 秦敬說 今天就硬過頭了 來不及了 明天我和金甲同環兩位賢帝 一定要去王府交案 張公緊說 那叫我們怎麼對得住二哥你呀 秦敬說 搞得各位賢帝為我操心著急 是我對不起各位 怎麼能夠說各位賢帝對不起我呢 各位這樣真心待我 我秦敬已經是感激非淺了 張公緊說 各位 明天二哥一定要去交案 我們怎麼做呢 各位 秦敬明天就要上公堂見北平王 這次見面 秦敬又有一次出奇的遇合 究竟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